呃 队长 呃 我 我想让你给我看一下 呃 我是 队长我要告诉你 我要告诉你我是六六年的 你是六六年的 呃 我是六六年 我是数码的 我是女的 喂 你说点话 你不是女的声音听不出来的 呵呵呵 呵呵呵 没脑子的就是没智慧 说明你没有好好念经 是不是刚刚开始啊 还没念是吧 我念了 队长 啊 念了 念了什么 智慧也不开啊 我是女的 那如果以我队长来说 我是卢队长是男的 呵呵呵呵 几几年数什么呢 赶快跟你说啊 六六年 六六年数什么呢 数码的 想看什么告诉我 想看我的事业 我做事业就是不挣钱 给了一杯的碗 呵呵呵 你做事业就是不挣钱 你知道你这个嘴巴漏掉多少财知道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的嘴巴经常漏财啊 你讲话啊 太厉害啊 听得懂吗 哦 你少讲人家不好啊 你整个做生意一边做生意一边 没事就叽叽咕咕的叨叨人家 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这个是破财的 你听得懂吗 哦 你说人家不好 他时候就把人家的那种不好的气场 就惹到自己身上来了 你一边说人家不好 一边就生气 你说你这个人能够发财吗 哦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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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 听得懂了 以后不许讲人家不好 做人的 聪明的人的人 要想经济上好 财运好的人 不到说人家不好的 因为当你说人家不好的时候 你生气会生气生气 然后呢你就接到了人家那种不好的气场了 因为人家不好的气场被你接到了 那你就生气 然后接下来你说你身上美好气 美好气会有好发财吗 哦哦哦哦哦 明白了吗 还有 还有跟人家不要斤斤计较 这里天来那里前去 然后呢脑子里要多想点善念 不要斤斤计较 哎呀我多赚你几分 多赚你几毛 你这种事情是做不好的 只有一点点来 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 嗯好好念经 给你给你经济好一点 会经济好的 这个是要求菩萨保佑的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但是你神是如果不修 没有好好的布施 你今时得不到财 那也不要怨天尤人 那这是有时候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这个命啊 有时候拧不过他的 你是有更好的学习 念经修心 菩萨会给你安排的 明白吗 哦知道了 明白了 还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 我有堵 我有堵这房子吗 财长 你当然要烧小房子了 你身上堵塞的孩子还没走掉了 我刚好客套了 还没堵了 我都堵了那么多这房子了 你什么 你告诉大家 我都堵了三十多张了 哦这么多啊 哎 那人家多 三百多张人家都没讲话 你三十多张讲话 哦 如果是一个讨债鬼来的话 不要说你三十多张了 三百张他都不一定走啊 要看的 如果是一个来还债的 七张就可以超度走 你说被我的呀 哦 你看看你的孩子你就知道了 你这个孩子 现在你身边那个孩子也是讨债鬼啊 哦 哦哦哦哦 你赚了点钱 你不是给你儿子 给你的家里的孩子也用掉不少吗 对呀对呀 对呀对呀 哎呀 你要不做这个生意的话 你连这点开销都没了 嗯 对呀是着是着 是着是着 哎呀 你要把家里用了 家里用的都不剩的 赚来的话 那你怎么赚钱啊 一辈子赚不了的 明白了吗 哦 哦 那我要怎么做啊 太长 你要怎么做你好好念经 嘴巴少讲 确责的话 确责的事情不做 就说人家好话 平日有空在店里 一有空就念经 听得懂了吗 哦 你不要告诉我 你不要告诉我 你开饭馆的 我不是呀 嗯 不是开饭馆就没关系 开饭馆的话 它就念账了 你明白了吗 哦 嗯 我那个鼠衣还可以做吗 太长 我是买塑料品的 卖什么 买塑料的 卖塑料的是吧 嗯 塑料就是家庭这种塑料脸棚啊 什么东西啊 对对对 我看看啊 说说猪的 说狗啊 说羊啊 说妈的 看看啊 说妈 这几年呢 六六年啊 好好做 你以后 你以后 以后 以后自己要当心 好好念经之后 你还能赚钱呢 你虽然这个 虽然这个钱赚的不多 但是你一点点集存起来 以后搞搞批发 再给人家批一点东西 你会慢慢有钱的 哦